Hello大家好,今天来看《无人知晓》的第九集,诚诚拿着模型从医院偷溜回家,果然看到了英珍,她假装强硬,对英珍的到来表示不满,但英珍一句句温柔的询问,让她逐渐卸下防备,她蜷缩着坐在地上,不知不觉又开始抠着手背,是很疼,不过一想到小浩的坠楼和大勋的死,她又觉得自己的疼不算什么,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英珍坐在她的对面,平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关于绣经的事。 这件事情,善良的人都会将错误揽上身,她错过了绣经的电话,诚诚让大勋吓唬一下小浩,然而,真正有错的是凶手是幕后主使,英珍握紧陈诚的手,她的错事对小浩遭受的暴力视而不见,仅此而已,诚诚终于嚎啕大哭,大军是她唯一的朋友,她知道大勋不是好人,甚至可能干了什么不好的事,但她和大勋待在一起的时候很放松,英珍望着,终于像个孩子模样的诚诚,想起了小浩, 她和小浩又何尝不是这样,两个人无所不知,但知道小浩坠楼后,她才知道,在那稚气的脸庞下隐藏了这么多的秘密,她拿出老张凯文和荣直的照片,诚诚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和大勋有什么关系,英珍带着诚诚回医院,路上两人都回忆起小浩,小浩和诚诚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一起玩耍,上了初中,妈妈勒令诚诚不许和小浩玩耍, 没钱没背景,连爸爸也没有的小孩没有交朋友的价值,诚诚虽然听了妈妈的话不理睬小浩,但还是将期末考试的答案发给了小浩,希望小浩能原谅她,小浩收到后,不仅没有背下答案,还让诚诚主动和老师坦白,也就有了后面那些事,诚诚问英珍坦白了这些事情,妈妈会不会坐监狱,英珍告诉她不需要理会这些事,每个人都有想做的事情, 但无论是好事坏事,大人小孩都必须承担起后果和责任,她问起书包的事情,诚诚倒是想起,上次大白在学校演讲,她因为不爽大白,提前离场,之后,小浩问她,有没有动过自己的储物柜,诚诚没动过,但她看到过一个奇怪的男人,应该是那个男人,翻过小浩的储物柜,英珍细细听着,不是老张,凯文荣直,那又是哪个人是她没注意到的,英珍再次打开医院那段监控,小浩是个学生, 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这阵子唯一多出来的,就是老张交给小浩的东西,那个奇怪的男人,是来找这个东西的,大白打开废弃铁屋,然而老张不在这里,老大爷得此逃过一命,他知道自己惹了阎王爷,连忙将全部事情都倒出来,老张之所以那么迫切地,要找小浩,是要拿回一个东西,大白急切地往下问,具体是什么东西,老张的口笔门所还言,根本没听他提起,大白狠狠地砸了一下铁门,差一点, 每次都差那么一点,这一下,可是深深暴露出弱点,这么迫切,怕是很需要那个东西,既然老张只相信老大爷,那老大爷自身就是个巨大的交易筹码,他一改谦卑的态度,站直腰板,提出交易,他会引诱老张说出那个东西 还没等说完,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放在堵桌上的老张,打来电话,大白接起电话,确切听到了老张的声音,又将电话转给老大爷,他不自然地对话了几句,带挂了电话,形势更加明确了 老大爷狮子大开口,他让大白以试价二十倍,买下这块地,这样他会全心全意,只为大白跑腿,大白可是浑身长满心眼的人,但想要不惊动警方,挖到老张,只能靠老大爷,装上皮笑肉不笑的面具,双方达成交易,老高傻乎乎的没心眼,是个只会用武力的人,他觉得这块地买来没什么用,也就不怪大白比较疼小夕,他一下说出大白的想法,目前虽然要靠着老大爷找到老张, 所以,不得不买下这块地,但是这块地偏僻无人,风水上最适合买人了,并且他们一定会画个规整的目的,留给老大爷 东仔离开后,金太俯身去拿录音机,却发现录音机不见了,他误以为是东仔偷了,在心里记得他一笔,一边打电话,一边急忙追出病房,却看到和东仔说话的李善语 他躲在墙后,也没有勇气,再次面对李善语,他和东仔随意说了两句就挂了,大白顺便来看看小号 他让金太去拿录音机,金太假意现在才找不到,大白自己弯下腰一看,果真没有脸色突变,金太为了护着东仔,连忙说,东仔没有一个人待在这里 刚好老大爷打电话来汇报,老张今天去看了小号,大白便知道了,这个录音机是老张拿走的,看来要讨的东西又多了一个 他又恢复好相处的样子,和金太随意聊着,英真本想来医院看小号,结果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小夕 他和小美老高金太都交过疯,唯独小夕是他一直以来忽略了 他问小夕,大白去信圣中学演讲,那天夕有没有跟着去 小夕坦荡荡的说,自己和大白基本形影不离,自然跟着了 其实他们四个,小夕是最像大白的,可能是有意的模仿,也有可能是耳濡目染 他笑眯眯的当下了英真全部问题 大白看到被英真缠着的小夕,拍拍屁股,让他先回家 英真也不纠缠他,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要问大白 那番救赎与正义的话,看似无心说出,但确实暗指了凯文和荣直的生死 不过,大白可是白家军头头,自己没一身功夫 怎么养出三个狡猾的狐狸,和一个强悍的野猪 他解释道,他只是想纯粹表达个人和警察的区别 警察会选择正义惩罚双方 而他喜欢救赎,不分善恶,给人机会 眼看英真就要怀疑上自己 他再抱了个巨瓜,如果英真想知道新生命教会的事情 应该去问李善宇 因为他是信圣财团的实质继承人 和教会的关系可亲密多了 英真瞬间无语 他只知道李善宇小时候经常去教堂 倒不知道他居然是继承人 忙完这些勾心斗角 大白缩在沙发上睡觉 老高怕他着凉了 大大咧咧的让他去里面睡 没想到,大白一个惊起 愣愣地望着老高 随后紧紧抱着他 他刚刚梦到了小时候的噩梦 身体很想醒来 但脑子却在梦里挣扎 幸亏老高把他喊起来 不然就算只是一场梦 也会让他无力很久 大白还在和老高无言地待着 小美和小夕已经出动 看守荣直的警察去了厕所 小美偷偷潜入病房 他给荣直擦着汗 像天使一样 感叹他是个可怜的人 做梦也这么害怕 荣直一下惊醒 看到了魔女就站在眼前 大白对荣直很有信心 相信他不敢说出真相 但小美不觉得 身为女人 他对人的情感更加了解 当然 现在的荣直不敢说什么 但是他会渐渐从警方的保护中 获得安全感染后那一天 他就会突然觉醒 将大白他们全部抱出来 他用荣直的姐姐威胁他 目前来说 荣直的姐姐和侄子们 只是路人 但要是荣直 不管好自己的嘴 他们就不再是路人 而是刀下亡魂 做好这些 他冷漠地走出医院 将手套和鞋子都扔掉 小夕一直在外候着 给他递了双鞋子 回到住处的小美老高 在谈话中 小夕跟老高直接吵了起来 没想到小美还在火上浇油 一场闹剧 就这么因为一个慎 老高直接被吓得连忙偷跑 广搜对组员陆陆续续来上班 但平时特别懒惰懈怠带的懒哥 今天尤为积极 组员们都在打去 甚至在开会的时候 懒哥还主动说自己接到了 线人举报 信赏财团买了快递皮要建大学 而任竟曾分多次投资了150亿韩元 这个资金来源很有问题 绝对要细细查询 原本就是校园一哥的东仔 现在因为施暴传闻 学生更害怕他了 无论走到哪里 他们都不自觉分成两列 主任召开年级会议 澄澄是百分百要保住的 绝对不能泄露他的自残倾向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东仔背黑锅 让他转学 东仔的班主任已经放弃他了 他已经和东仔说了这件事 东仔似乎不太开心 跑出了学校 他也不想理会 李善宇觉得 这些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很荒唐 但他知道一切都是姐夫的指令 他冲到姐夫办公室一顿质问 却没注意到英真也在这里 英真今天是特意来问那笔资金 看到了李善宇和大尹这么熟人 想起大白那番话 更不想理李善宇了 李善宇这才知道 大白把他卖了 但他好奇 上次已经有两个男警察来问过了 英真无意和他说太多 直接问一百五十亿资金的来源 大尹爽快地告诉英真 资金都是大白给的 看样子无论是凯文的 还是任静的资金 都指向了大白 大尹叫住要离开的李善宇 强调他只是老师 而自己是李市长 请他不要过多插手 李善宇急着和英真解释 随意回了两句 东仔受了一肚子的委屈 想看一下弟弟 来到他的病房 弟弟却不见了 他心急如焚到处寻找 黄系长刚好打来电话 原来弟弟去成城的病房 弟弟正玩得开心 不愿意走 东仔一直积累的怨气 忍不住爆发出来 他因为成城就要转学了 弟弟还因为临时就跟着成城走 成城拉住东仔 告诉他他会将事实说出来 看着哭唧唧的弟弟 他瞬间心软 还是转头回去了 李善宇得不到英真的谅解 也是憋着一口气 回到办公室 正好听到老师们在抱怨 都是因为东仔才会弄出这些事 他实在忍不住 既然大家都觉得东仔难搞 那就把东仔调去他的班 他来解决 他来处理 绝对不会让东仔平白无故受委屈 正当他和主任僵持不下 成城在校园网上传人和东仔的合照 李善宇从黄系长那里 听到来龙去脉 这些都是成城的主意 感叹孩子 还是比大人强 一张照片就打破那些传闻 英真和大隐要了大白 演讲当天的名单和监控 他来回翻着当天进出过大厅的男人 就只有小夕 他拿着照片去问程程 他记起 好像是这个人 英真立马赶到千禧年 但小夕解释 只是去上厕所 英真有备而来 抛出连环问题 为什么不去体育馆和大厅一楼的厕所 为什么专去二楼的厕所 大白又恰好出来解围 小夕做过肾移植手术 所以每次上厕所 都需要详细记录 他又比较害羞 所以去了人少的厕所 这一番话 又是无懈可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就先关注 并且多多点赞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